你来看到就是中研院院长翁启会致美未归的事情 他返台日期备受关注 中研院现在表示了说翁院长向这个总统部请假到今天 之后不会再请假了 来听听这段访问 中研院院长翁启会深陷号顶内线交易的风暴 却请假滞留在美国多日未归 目前包括了总统府中研院都已经证实 翁启会已经透过院方向总统府多请半天的试驾 明天大概在中午左右将会抵达台北的松山机场 也会尽快的向外界来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另外立法院也要求翁启会在下个礼拜一 也就是4月18号要到立院来进行专案报告